大象是动物界中怀孕时间最长的动物 光妊娠期就能达22个月 而且刚出生的小象就有240多斤 这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 在动画片《哪吒传奇》中 李静的夫人足足怀孕了三年都没有生出孩子 人们都说她腹中的胎儿肯定是个怪胎 而哪吒也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 大闹龙宫 打伤天兵天将 每一件事都出乎人们的预料 可在现实中 还真有一个和哪吒一样怀胎22个月才生出来的动物 它就是大象 大象是一种长鼻木像科类的哺乳动物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 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的东南部 可作为人类公认怀孕时间最长的动物 大象为什么会有那么久的妊娠期呢 根据有关数据的推测 大象庞大的体型是造成它们怀孕时间长的主要原因 虽然大象的妊娠期要比其他动物的长很多 但小象从一出生就会拥有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 它们往往刚落地就能学会占领 一两个小时后就能快速地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 所以除了大自然中的顶级猎食者外 很少有动物能对小象构成威胁 同时动物的孕期越长 孩子的大脑发育就越灵活 为此有关学者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专家将小象和狮子幼崽放在同一个房间 然后通过食物和工具来吸引它们的注意力 但却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说动物怀孕的时间最长 幼崽大脑发育的就越完善 这难道是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专家通过摆放小象和幼狮都爱吃的肉来吸引它们 没想到在天性的影响下 小象和幼狮都成功走到了食物的面前 但明显小象的速度要比幼狮快很多 然后专家又在他俩面前做了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 想让小象和幼狮模仿 可这次幼狮却根本学不出来 而小象则在一两次的观察后 轻松模仿出了专家的动作 为了确保数据的严谨 专家们又反复对不同的小象和幼狮做了同样的实验 可结果却都和第一次的一样 因此我们能发现 母亲怀孕时间的长短 确实会影响到胎儿的基本智力 而大象作为一种群居动物 它们之间的亲情关系也有着很深的奥秘 大象是绝对的母系社会 所以一般担任象群首领的往往都是经验丰富的母象 而公象在长到成年后便会被首领提出族群 其实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 一来是害怕大象之间会遇到尽心繁殖的现象 二来则是能从根本上保护住母象和小象的性命 因为大象虽然是一种寿命相对长寿的动物 但公象和母象的性成熟时间却完全不一致 通常母象在12岁左右就可以进行交配了 但公象必须等到20岁时 性器官才能发育成熟 所以这就导致 当年轻气盛的公象开始在高丸同素的刺激下 想要与母象寻求交配时 而此时的母象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 于是欲求不满的公象便会开始疯狂搞破坏 当暴躁易怒的年轻公象 遇到成熟稳重的中年公象 到底谁会更受母象的青睐呢 起初 青年公象还是想仗着自己的年龄优势 与中年公象掰掰手腕的 但他们很快就被力大无比的中年公象给制服了 可正处在发情期的青年公象 又必须赶快找到能发泄的对象 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犀牛的身上 但不幸的是 大象的体型却是犀牛的两倍大 所以 很多母犀牛根本承受不住大象的泰山压底 可就算母犀牛并没有因此丧命 也可能会因为不配合而直接被暴躁的公象给打死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犀牛在看到大象之后都会躲很远的原因了 但也有一些公象是非常幸运的 他们的发情期会和母象的交配时间所吻合 而这时 公象就会顺着母象留下的尿液来到母象的住所 然后通过摩擦树干和煽动耳朵发出的声音来呼唤附近的母象 如果此时的母象真的也有交配需求 他们便会暴露出自己的位置来方便公象去寻找 但别看大象的求偶之路如此崎岖 他们的交配时间却很短 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体型太过庞大而导致的 所以不管是公象还是母象 他们都无法长时间地保持交配姿势 并且 在这场异性之间的交流活动中 母象同样拥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所以 一旦母象想结束与公象的交配行为 他们只需要向前走两步就能成功摆脱掉公象的束缚 因此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小象还是会与母象走得更近一些 因为他们可以从母亲的身上学习到更到对抗外界的技能 科普解说员在线争狗了 100名 差der楼 ixe准食べ Top